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8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影视寒冬来临 影视市场从巅峰跌入谷底 一线明星们陷入了无戏可拍的焦虑 二线明星只能转战综艺博削眼球 更底层的演员则更加辛苦 艰难生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演员们变得不那么挑剔 但一些演技堪忧的明星 在圈中尴尬求存备受争议 这其中就包括Angela Baby 据知情人爆料 Baby团队现在接不到好的资源 今年只有一部作品还是女二号 所以她现在也不挑 很多路人也察觉出 Baby的资源呈下坡时断裂 Baby今年唯一一部新戏摩天大楼 她在里面饰演受害者 但网友们吐槽为啥演个尸体 我都觉得她演技差 演技差已经成为Angela Baby的代名词 港媒更是敢说 列长文揭Angela Baby七宗罪 第一宗与劲敌争风头 港媒直批Baby公主病严重 尤其是在节目中表露无遗 她之前是奔跑吧兄弟中的常驻女嘉宾 后一位生子暂时推出 由迪丽热巴顶上 收视由此也提升 回归后的Baby不愤 经常和热巴争排位 陆贤幕是卖力抢镜头 打压她引起观众们的反感 第二宗演技太差与态度不端正 由Angela Baby主演的三部电视剧《孤芳不自赏》 《创业时代我的真朋友》 深受诟病备受争议 Angela Baby只会瞪眼皱眉的演技 着实有些辣眼睛 《孤芳不自赏》开了叩图仙河 剧组为她的安泰基地 《创业时代》走路被人吐槽 屁股扭来扭去 同剧松衣演技吊打她 黄轩还时常对着空气眼 《我的真朋友》中将喜欢的眼神 露出演出了鬼片的感觉 半路出家当演员的她 这么多年演技没有丝毫提升 导演一听到她的名字就皱眉头 第三宗主持两次犯大错 尝试了演戏 扎根了综艺 Baby转换身份当了主持人 她在主持2019浙江卫视秋季盛典时 上台前悠闲玩手机 导致接连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将节目冠名上的名字读错 二是介绍嘉宾出场 将侯明号读成了黄明号 全场都很尴尬 第四宗走音骂四座 在参加跨年晚会时 Baby亲情献唱 被网友指出全程跑掉 事后Angela Baby不承认 表示我好像没有跑掉啊 请问是哪一段跑了 第五宗公主病聚骑车 在参加综艺节目《奇遇人生》时 需要Angela Baby和阿雅自行车 陪伴徐伯赶往目的地 途中她多次提出来休息 表示没有力气骑下去 而后Baby生理气到了 直接放弃了骑车 全程搭顺风车 导致导演大发雷霆质问她 第六宗野外露宿埋怨过多 本来一行人准备在野外 按扎营地 却遭到了Baby的反对 她嫌弃没有厕所 没有水 难以适应 上厕所的时候 Angela Baby埋怨 环境太差 自己原来参加的是 野外求生节目 第七宗 因化妆录制迟到 Baby因为化妆迟到 而耽误了行程 反过来却指责 自己被嘉宾徐伯抛弃 导演看不过去 指责她用过多的时间 用来化妆 Baby反驳 这是对观众的尊重 最后她以工作为由 退出了节目录制 陶红和徐珍 这对导演家 女演员的夫妻档 在这个圈子并不少见 和大多数导演一样 徐珍这几年 事业风生水起 作品口碑甚好 而陶红一直默默 作为徐珍的女人 很多人替陶红感到不值 遇见徐珍之前 她的事业蒸蒸日上 嫁给徐珍之后 选择渐渐退影 为了让徐珍专注于工作 更是赞别了演艺圈 做起了全职带娃的家庭主妇 女主内男主外 难免会传出一些流言蜚语 徐珍和女子共同吃饭 被拍和撂女过夜 这列新闻从没断过 曾经有记者借视 徐珍出轨的花边新闻 为及陶红 怎么看待婚姻的忠诚 陶红的回答令人惊讶 肉体就是生理层面 生理上的事那都不算事 在她看来 一段关系和忠诚 根本没有关系 谈忠诚太矫情 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 接受这段关系 陶红是个懂得经营婚姻的人 她和徐珍的婚姻维持20多年 其实一次简单一句 幸福恩爱就能概括到位 前不久陶红受邀作证 邪八说再次谈及自己的婚姻观 她表示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合谋 她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模式 其实婚姻最终是两个人的事情 就看你们两个人怎么合作了 陶红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 她和徐珍起争执时 不需要礼物红 也不需要道歉 后来徐珍问她几个意思啊 我还没道歉你就高兴上了 你是不是根本无所谓啊 陶红笑得更开心了 我的情绪是由你来决定的吗 你不道歉我就不能高兴 你道歉我才能开心吗 我没病吧 真正活得精彩的人 任何人都无法影响自己 年初时 退影屏幕多年的陶红 因为一部小欢喜刷平权网 时隔多年 口碑依然甚好 有人说她之所以付出退影应对自如 是因为她的安全感全部建立在自己的底气质上 她的人生不受婚姻的影响 更不受徐珍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陶红和徐珍的相遇 来自于小龙女和猪八戒的缘分 1998年 当徐珍接到第一部让她主演的剧 春光灿烂猪八戒时 陶红已经是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了 随着猪八戒和小龙女相遇 金鸡奖影后和影坛小生也在此出逢 最初陶红对饰演猪八戒的这位演员并无好感 看到剧本之后甚至还有几分嫌弃 害怕这位演员太粗糙 要知道当年的徐珍可不同今日 眉目清秀 头发浓密 看起来也是玉面小生一眉 陶红一镜着实很惊喜 这个猪八戒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这部戏一拍就是数月 徐珍的妆容复杂 一画中就是半天 为了拍戏进城 休息期间都要戴着猪八戒的妆 导致吃饭以及各种行动上的不方便 都是陶红在他旁边照应着 吃饭的时候甚至一口一口地喂他 这样相处下来 久而久之彼此心照不宣 互生倾诉 两人感情顺利 2013年便就结婚 之后的陶红也慢慢淡出了演艺圈 一心照顾孩子 大多数人都觉得徐珍高攀了陶红 但是陶红并不这样认为 他一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认识徐珍那天就认为他有才华 这些年徐珍渐渐变成了大导演 也没有人再说徐珍是陶红的老公 而是陶红是徐珍的老婆 从太炯到我不是药神 从陶红老公到徐珍老婆 陶红甘愿成为徐珍事业背后的女人 精心采访中问陶红 徐珍成为名导演后 网上扑的人那么多 你怎么看 陶红风轻云淡地吐出这样一句话 那也不错 说明我的眼光不错 这几年他几乎都很少露面 出现最多的地方 大概就是偶尔客串一下老公的电影 他笑称自己是徐珍的备胎女演员 哪个女演员当机出现的问题 就去顶一下 当年客串太久 也是因为原定好的演员临时出了状况 事业蒸蒸日上时选择结婚也好 甘心退一演艺圈相夫教子也罢 对他来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并且他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 更谈不上直或不直 陶红曾经这样描述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依然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其中的秘诀就是三个字 一帮一 我帮他出谋划策 他帮我改正不良习惯 都互助了心哪还会分的卡呀 录制奇葩说的时候 马东问他哪位导演对他影响最深 陶红立马接下话 对我的人生很重要 排第一的那肯定是徐珍啊 47岁的陶红依然自信通透 徐珍自然视他为珍宝 前不久海南电影节 徐珍和邓超一同站在台上 他突然对台下比心 原来陶红就坐在下面 陶红在台下比心回应 两个人的脸上笑容太甜 有人可能又要拿徐珍的花边新闻说事了 人活一辈子哪有什么完美可言 婚姻也是一样 如果人类的平均寿命有80年 婚姻生活大概占据生命的50年 这期间有太多的变数 搭上婚姻的车一路都是风景 倘若你的司机中途想下车 你绑也绑不住 倘若彼此不做束缚 偶尔欣赏其眼窗外的美景 倒成了疲惫的调节器 看透婚姻的本质才能更好地经营 很显然陶红在这段婚姻里看得很通透 也活得很通透 人要自己站立住 能打垮你的东西才会越来越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